大家就知道如何计算选拟盒的维度 那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我们来看就是用一个最小的一个数据 一个1乘3乘4乘4的Tensor 经过我的这个AttentityBlock 我们看它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尺寸大小 大家看还是1344 因为我就是这样定义的对吧 我的AttentityBlock就是不变维度的Block 还是给大家重复一遍 为什么不变维度 前后两个1乘1的卷积 保价在这里 那么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参数给定出来 让它不变维度 给fitters就是说我的这个输入通道数为3 经过第一层卷积以后通道数变成2 第二层卷积以后通道数变成4 第三层卷积以后通道数又让我让它变回3 是我原来规定好的 中间我让它降维 OK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这个Kernel 对吧 那么我们用Padding的作用 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图像输出的尺寸不变 同时我的1乘1的卷积 不会影响我图像的长程宽 所以我们整个卷积盒 也不会影响图像的这个大小变化 OK 好 那么我们就对这个AttentityBlock 讲到这里 好的 我们来再介绍这个ConvolutionBlock 这是这样一种 就是在这个基础单元里的另外一种 对吧 我们讲基础单元里面有两种 一种叫做 开始早上讲的一种叫做IdentityBlock 另外一种常用的就是ConvolutionBlock 好 那么大家回到这个首页来看 就是说我们在构建模块的时候 一般都是把ConvolutionBlock 和IdentityBlock 放在一起来构建的 那么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模块呢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模块有跟前面的这个IdBlock有什么不同 首先呢 我们看底下的这个残差 我们说这个叫做三明治结构 一模一样长的 我们只是在这个上面的这个叫Shotcard 短路这一路上 我做了一个什么呀 变换 这里有Convolution 有Bash Normalization 搁在一起 你说这就奇怪了 对不对 我们说好的 就是说这个短路这一路 是要保持原来输入不变 那么这个加和在残差之上 你怎么还要给它做卷积呢 对吧 这你肯定觉得奇怪 那么原因在于什么 原因就在于 我们说了IdentityBlock 它是不能变维度的 但是我们的卷积网络需不需要变维度的答案一定是需要 在卷积网络操作的第一节课里 我就给大家讲解 卷积网络通常的特点是 把一张图像的像素数越变越小 而把它的特征数越变越多 也就是说我的通道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像素越来越小 越来越少 最后直到有一天 我的通道的数量成为主流 像素已经被挤压了 几乎完毕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一副具体的图像 已经变成了一组抽象的特征 就好像做了一个复利液变换一样 对吧 我把我的具体的像素变成抽象特征空间里的一组 一组坐标 这是我的整个卷积网络所做的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说 这组坐标本身是不依靠 不根据图像的这种 就是一些什么平移这些变换而变换的 所以它是一个较高维空间 低维流行那么一个概念 好 那么来讲 就是说这样来说 我们必须要降维 不降维那是不行的 那为降维 我就只通到这个维度上 要把它 就图像大小这个维度上 把它越来越小 当然是在另外一个角度 就特征图就是必须要升维 你必须要把特征处增加 好 那么我们要做这件事 怎么做 我们做这件事 那完成的一个依据 就是我们使用 这个叫做卷积block 它的特点就是说 我们保持着卷积的这种增加通道 减少图像尺寸的这种功能 那么如何办呢 既然我们已经把残叉这一路的维度 给变化掉了 那么同时 我们就要把短路这一路的维度 也给变化掉 这是我同时要做的事 是把短路这一路的维度 给它变化掉 那么如何去做 我们既然说卷积有这种变化通道数量的功能 我们就给加一个卷积就可以了 它就卷积本质是什么 一个线性的操作 那么同时我再加一个batch normalization 对它进行一个我们P标准化的标准处理 好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没有reloof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没有reloof 如果有reloof 你就意味着你要损失掉一半的 有可能损失掉一半的信息 有可能 你有一个为负的那边变成零 对吧 那么就是说我们希望是我们在回传的时候 保存我们所有的梯度信息 也就是说我只允许什么操作 线性操作 线性操作是无损的 所以我们就要有点像一个无损的变换 没有信息损失的变换 没有梯度损失的变换 OK 好 那么当然如果我的w成的过小 也会有梯度损失 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batch的malization 去控制它 所以不用太担心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 就是说我们加入了这一路以后 就可以匹配我底下的维度 OK 这就是我的动机 我要搭建这个模块的一个动机 那么我们来看如何来做到这一点 那么在程序上如何体现 好 那么我们来做这样一个模块 不难做的 不难做的 OK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之前的那个操作 这些跟Authentity Blog 我们基本可以把之前的这个函数复制过来 那么铁哥问大家 你需要加入什么新的成分呢 如果你告诉我是加入我们头顶 它的这两个模块 对了 我们加入了这个叫做K5-4 BN-4 对吧 K5-4就是对头顶拿到这个 这个模块 BN-4对应了的 它的它自己配备的那个比较批比 那么在我们做这个前向传播的时候 我们对Residual 我们不是只有一个Residual等比X 我们保存了它 做将来的加合处理就行 我们是加入了一个什么样 Conlusion BN的处理的一个Residual OK 然后等待着跟我的这个残差这一路汇合 那么如何规定它的这个尺寸呢 那么大家可注意 它的进入的通道处 跟我这一路进入的通道处一门一样 它的输出的通道处 跟我最后这个卷积和输出的通道处一模一样 这就是我规定的方法 所以这里面呢 我还是取出这四个参数 保存在我这个filter里面 就是四个通道处 进入通道处 从第一个卷积出来的通道处 从第二个卷积出来的通道处 从第三个卷积出来的通道处 卷积和一呢 还是说把这个进入的通道变成输出一通道 那么卷积和一呢 依然是一个一乘一的卷积 为什么我还是需要进行我刚才说的那一套 准备降维这些处理 对不对 那么卷积和二 那么我们说它是个一般情况 用一个三乘三的卷积 然后呢 卷积和它把一个输出通道一的通道 变成输出通道二的通道处 卷积和三呢 把输出通道和二的通道处 变成输出通道和三的通道处 那么依然是个一乘一的卷积 好 那么我们说 这里面还有一个技巧 那是如何我们是怎么样进行图像的 我们说通道数通常变大了 那么我们说一般我的输出通道三 大于一就可以了 那么图像是如何变小的呢 比赫给大家讲过 卷积网络的图像的降维变小 往往是通过Mark Spooling这个操作 但是在残叉的时候时代 我们说我们看到Mark Spooling 并不是经常使用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Stride等于2 那这个试点不是白讲的 对吧 Stride当于不长 对吧 我们用二维不长的时候 我们根据刚才的公式 我们图像尺寸是除以这个不长的 对吧 我们步子迈的越大 我的这个输出图像的像素就越少 步子迈的越大 我走同样的距离 我需要的步子的数量就越少 所以我的 那么我的一个走步子的数量 就是输出的这个图像的大小 对吧 那么我们说 Stride越高 它就有图像越小 也就是说Stride跟我的Pooling 有类似的一个对图像 进行这种维度的 这种减小的作用 那么我这里Stride可以选为2 让我的这个维度变得小一点 OK Stride等于2 我的维度实际是除以2的 好 这就是我是如何降维的 那么同时大家注意 在看这个第四个卷题盒里 为什么我也用Stride等于2呢 你再想一想 帖哥给大家讲过 最后加核的时候图像大小是一样的 还能加对不对 好 那么这就讲完了这个初始化这一点 大家看看这个Forward里面 首先我Residual是进行了卷积和币因处理的 Residual 然后我的残差这一路 还是先经过卷积和1 经过P标准化1 Relo不要忘 然后经过卷积和2 然后同样的我要进行Pedding 补齐我的这个尺寸 Tedding的方法跟之前一模一样 好 那么我们再进行 这个P标准化2 Relo非线性处理 卷积和3 P标准化3 最后呢 我得到的这个Residual 我给它加核到什么 Out 这句话非常关键 它实现了我的这个 这个卷积的汇总 那么汇总之后 我才再进行轮入 大家注意 好的时候 大家会搞反正顺序 在这里是先加核再轮入 OK 好 那么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操作 那么铁哥 现在给大家 打准答案出来了 我们先不要 按赞